新北市退休矿工慰问金目前只剩下倒数5天的申请时间了 只要是年满65岁 民国101年前涉及新北市并且有投保记录的退休矿工 都可以到市议员林一齐服务处或者是区公所来进行申请 一年有2000元的慰问金 因此市议员林一齐就呼吁所有有资格的退休矿工尽快来申请 别放弃自己的权益 新北市退休矿工慰问金申请从7月1号起到7月31日止 目前申请已经接近尾声 还是有不少民众还没申请 医员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退休矿工 可以到区公所或是医员服务处来申请 今年的矿工慰问金已经迈入第五年 那在这边呼吁我们各位 以前曾经做过那个美矿工的一些辛苦的矿友们 我们的登记申请的日期即将在7月底截止 在7月底就要结束了 所以在这我们希望说 我们看观天下的好朋友 可以给出局假扮说 只要要做过退休矿的在100公元之前 涉及在新北市的居民 只要做过没矿工的 都可以年满65岁都可以到服务处来申请 医院表示这段时间有民众反映之前已经申请过 但却迟迟没有收到慰问金 还特别到医院服务处来申请 因此也特别提醒民众申请过后 一定要在终究结前注意自己的账户 是否有慰问金款项汇入 保障自己的权益 那因为今天特地在服务处的时候又发生了 有一个民众在两三年前就申请了 可是一直没有收到整个慰问金的汇款的项目 所以给他医院服务处 请我们帮他协助来处理 所以在这边呼吁各位 虽然你们申请了没矿金 可是也要注意在中秋节前后的时候 一定要务必去看一下查证 确认一下你们的汇款的存折里面 是不是有这笔款项的汇入 以免伤失了你们的权益 医院表示如果之前已经申请过 而且符合资格的将不需要另外申请 预计中秋节前夕 2000元未问金会一一汇入退休矿工的账户 届时也请民众多加留意 这成为瑞芳采访报道